观众朋友听到食用油三个字 你是不是还慢慢一样 搞得文油色变 搞得人心惶惶呢 其实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好油可以选用 特别是自古以来就被大家公认为 最具营养价值的橄榄油 今天生活百分百就要带大家来瞧瞧 如何挑选好的橄榄油 所谓民以食为天 跟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 当然就是吃的健康 而美食的背后 食用油就是掌握健康的一大关键 而琳琅满目的油品中 又以橄榄油为首选 到底为什么橄榄油会成为 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呢 这个一般来讲 橄榄油比其他的油都贵很多 那为什么同样的油 要花更多的钱来买橄榄油 第一个橄榄油油性非常稳定 很安定 它不容易变质 特别是加热它也是最不会变质的一种 那另外呢橄榄油的 它的养分 这个营养成分呢 像这个Omega 3 DHA的含量呢 比其他的油高非常多 橄榄油呢 它的单一部保和脂肪酸 就在70%以上 真正橄榄油的分类 按照国际橄榄油委员会的 这个他们的定义来讲 橄榄油叫做Olive Oil 实际上只有 一种 为什么只有一种呢 能够叫Olive Oil 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橄榄油 而是要冷压的 最热压的呢 就是用冷压过后的残渣再来压的呢 那个不能叫橄榄油 橄榄油是世界公认最健康的油品 是唯一由果肉所压榨制成的天然食用油 保留了完整丰富的营养成分 不但品质安定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那么橄榄油还有哪些优点 而我们又该怎么运用呢 橄榄油呢 其实啊 这个过去很多 我们国内的很多专家 都说橄榄油不能够热食 橄榄油是适合冷食用的 事实上并不如此 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橄榄油你要从它的起烟点 安定度来看 那最精致的呢 它起烟点在220度到240度那么高 那么我们一般呢 我们的饮食习惯呢 煎巢煮 它平均温度在140度到160度 这油炸它可能会高 最高的油炸大概可以达到190度 所以橄榄油来讲呢 它是绝对在这个 煎草煮杂的茫围里面 就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市面上橄榄油的种类众多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再加上近来混油事件的 食安风暴不停延烧 许多消费者开始对橄榄油 产生负面观感 但其实只要学会如何挑选 就能轻松为全家人的健康把关 台湾有业者 从早期在美国经营饭店的经验中 透过主厨了解到橄榄油 在烹调上的优点 因此早在30多年前 就引进台湾与国人分享 这个橄榄油呢 是从意大利来的 它在146年前 它已经就有这个品牌了 那么它目前的行销 叫全世界62个国家 那么它的品质呢 是全世界公认的 是最安定最好的一个品牌之一 我经营这款感染已经26年了 我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坚持 从来没有考虑到 要任何变更油的品质的想法 但是在这个26年很艰苦的经营中 因为很多其他的品牌 都是以低价来销售 当然别人的成本 能够降低到那么低 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可思议 但是我一定会还是 本着原来的这个好东西 才分享给大家的这种精神呢 经营这一款感染 观众朋友 现在在慢慢眼前呢 就是两支不同的橄榄油 大家可以发现呢 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想要请问一下黄董 这两款橄榄油 有什么差别吗 好的 这一瓶呢 这个稍微带一点绿色的 这个是我们的粗榨的橄榄油 我们英文叫extraversion 它是由橄榄果实的肉 直接压榨出来的这个果汁 把水分脱离之后 就变成这个粗榨橄榄油 然后呢 粗榨橄榄油呢 假如炸出来之后呢 它的酸价高一点 通常在他们习惯上 就用来作为这个 把它拿来精致 把那个酸价 综合掉 取掉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兑这个 粗榨橄榄油 到你需要的酸价 那这是 这两种橄榄油的分辨 那想要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来试闻一下 这个橄榄油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香气在 可以可以 那我们来试 先我们拿这个extraversion 比较准 好 哇 这个也是标准的试闻杯吗 这个是试闻杯 嗯 这个东西呢 我还是从西班牙带回来 哇 这感觉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试闻杯呢 一定要有深色 它不让外面的光影响到这个 它的 影响到里面的这个品质 对 那要请董事长教我们怎么来试闻呢 好的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用两个手抱住这个杯子 哇 抱住 它的弦道就是很容易抱住的 是要让温度给里面吗 对 让你的体温呢 给这个橄榄油呢 加入 哦 然后它会蒸化 会蒸化 它会把它的香气蒸化出来 哦 大概多久的时间啊 应该讲起来要三分钟 哇 讲起来要三分钟 好 摄影师我们就是三分钟 待会快转 好 可以了 你对着你的鼻子风干 什么味道 有耶 我觉得是青苹果 对 是青苹果吗 对 你很正确的 很正确的 青苹果的味道呢 对于一个出炸橄榄油来讲 它是比较早期采收的 品质比较高的 所显现出来的味道 假如它是味道呈现出来是香蕉的味道 那么香蕉的味道呢 就那个就是采收的时候 果实比较成熟 所以它会有那个香蕉味道 但是成熟的果实呢 它可以压榨更多的油 但是品质就比较差 它的酸价可能就比较高 这是一种同样的好的油里面的分辨方法 坏的油里闻不出来 这两种味道都闻不出来 除了看清楚标示及有效期限外 要分辨油的好坏 也可以从气味触感和外观来判断 品质优良的橄榄油 会散发出清淡优雅的果香味 拿来抹在手上 则能够很快的被皮肤所吸收 另外如果油的颜色 呈现较暗沉的黄铜色 那就代表可能已经变质不建议选购 当然选对了好油也要懂得搭配食材 充分的发挥油的特性才能让美味更加倍 想要请问师傅 橄榄油在烹调食材上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呢 像海鲜类的话我们用选择是除炸油 除炸油来讲它有果香味 那海鲜本身来讲的话它有点带一点行为 会延续它的行为 那牛排方面的话我们挑选的话是特选油 因为它不会延续在肉的那种香气 会提出那个牛排本身的香气 我们一般的人对橄榄油的想法来讲就是不能煎炒 那我们就是在橄榄油的铁板上的温度 差不多1900到200次左右 那好的橄榄油来讲的话 它的煎炒温度也差不多1900到200次左右 所以这个是比我们可以颠覆一般观众的想法 所以选用橄榄油选对好的橄榄油 才可以吃的好吃又健康 对 业者一路以来都秉持着把好产品与国人分享 把健康带给大家的理念 不只代理橄榄油还特别进口了25年的高级油醋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吃的更美味 对身体也能轻松无负担 在欧洲的这个美食上 山桌上一定是油醋在一起 特别是生吃沙拉雷汕这一类 它一定油跟醋对在一起 一般的叫做葡萄香醋 比如讲这个三年的葡萄香醋 它可以来用来蘸猪肉 蘸海鲜 也可以用来煮面的时候拌在拌面吃 那也可以兑水当做健康的饮料来喝 所以它用途很广 而且你会想象不到的那种体会的公民 另外一个呢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所谓处它叫巴萨米克 唯有这个经过他们认证 欧洲那个意大利那个地方政府 他们一个先为认证的才可以叫巴萨米克 因为这个风行旋事件 其实被认为是最高贵最高贵的事件 那么大概王宫贵族在宴请国宾的时候 你才会看得见 对对对 选对安心的产品不只在料理上 能有画龙点睛的提味效果 对于烹饪者和享用的民众也是一种保障 未来业者也将持续努力 与国内外知名厂商合作 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健康无毒的美食生活环境